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 29岁的孙亚男对阵日本选手虚其优衣 最终的孙亚男不敌对手摘得了一枚非常宝贵的银牌 孙亚男是咱们辽宁姑娘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亲朋好友和家人早早的就坐在电视机前 给咱们的辽宁姑娘加油 在孙亚男的家乡 丹东市凤城机关山镇宝石山村内 亲朋好友和乡亲们早早的就相聚在了孙亚男的父母家中 父亲孙绍兵和母亲孙京特意穿上了红色的短袖 为孙亚男加油 这次能在东京奥运会上摘得银牌 对于父母来说 女儿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 为我姑娘感到骄傲 站在世界舞台上 为祖国孙亚美娜金牌 下次继续 在此前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50公斤级预赛中 孙亚男一路过关斩击 在里约奥运会女子自由式摔跤48公斤级 孙亚男获得铜牌 经过五年的备战与努力 这次他将自己的奖牌升级 孙亚男的这枚银牌也让辽宁运动员的奖牌数继续增加 截至8月7号晚 辽宁运动员已在东京奥运会赛场 获得两金三银两铜共7枚奖牌 记者崔西红 李向荣报道 隐列翘日宁运行